转载自百家号作者 阿尔仙体育北京时间8月11日19时 中超第17轮的比赛上海上杠出场 对阵上海绿地深花的比赛正式开始 最终这场同城得比由上海上杠获得最终的胜利 2比0击败上海绿地深花全取3分 虽说两个球队同处一个城市 但两对交手却没有丝毫的流行 本场比赛可谓是小烟弥漫 比赛开始仅仅4分钟上岗就获得直接任一球机会 胡尔克主罚任一球直接打门 球高出衡量 第6分钟上岗的进攻再次完成射门 深花后为几围 并没有能把球送出禁区 胡尔克拿到球权在禁区内利用假动作需要获得射门机会 可惜最后射门太过勉强没能完成破门 第45分钟 胡尔克嗅到机会长船至禁区内 吴磊突然前插接到长船形成单刀 无奈射门偏出底线 双方上半场的狂轰乱炸 般的进攻 并没有能取得进球 比赛以0比0的比分来到下半场 第51分钟上岗打破僵局 上岗再次获得任意球机会 迪克逊主发任意球传中 吴磊抓准球的落点零空抽射破门 加上这粒进球吴磊在射手挡 已经累积14粒进球 再次奔顶射手挡防守 第72分钟上岗获得脚球 在脚球开出后深花防守的队员在禁区内放到胡尔克 裁判判罚点球 胡尔克亲自主发点球一蹴而就 将比分比分变成2比0 上岗赛上一轮比赛中可场作战 意外的输给了大连一方 对于上岗争冠有很大的影响 好在上岗扫阵迅速改正上场比赛暴露出的问题 稳稳拉下本场比赛 稳固了积分榜第三个排名 稳稳拉下本场比赛中可场